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港區國安法 已經在昨晚11時正式刊獻生效 與此同時 相關的法律條文 卻一聘出台 在這一節 我們基於法律條文去分析一下 港區國安法有什麼重點特色 以及在港區國安法的環境下 到底作為市民或時事評論員 應該如何自處呢? 實情這部法律 就是涵蓋了四大罪行 分別是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 恐怖活動 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我們首先看看分裂國家罪這部份 在第20條 其實列舉了三種犯罪情況 第一 將香港或中國其他任何部份 從中國分離出去 這很明顯是針對各種分離主義的主張 比如港獨 台獨 僵獨 藏獨 蒙獨 諸如此類 第二 就是非法改變香港或中國其他任何部份的法律地位 這裏我估計它有機會是所謂的自決派 因為一旦搞自決的時候 就是有機會改變香港的法律地位 第三 就是將香港或中國其他任何部份 轉歸外國統治 這裏分明就是所謂的歸英派 因為那班人的主張 就是要將香港交回由英國管治 所以在第20條裏所列舉的三種情況 其實已經是比較具體 接著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第22條列明了四種情況 第一 就是推翻破壞中國憲法所確立的中國根本制度 即是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 就是推翻中國的中央政權機關 或者香港特區的政權機關 第三 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國中央政權機關 或者香港特區政權機關 依法履行職能 這裏就是比較抽象 到底在這個立法會裏 如果有些議員去抓捕 或者甚至說明要攬炒 或者說明要否決財政預算案 造成財政懸崖 這些行為 算不算已經干犯了第22條 《潑湖3》裏所指的情況 第四 就是攻擊、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 理職場所及其設施 致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 這裏相信就是針對 比如說去年七日 有些示威者衝進入立法會 破壞一番 這類型的情況 接著就是恐怖活動 在第24條所列舉的五項情況 大部分都是在去年的示威活動當中 所出現過的激烈抗爭行為 擺明是針對著去年的情況 不可以在往後的日子再出現 接著就去到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第29條列舉了五項情況 第三、第四和第五項 值得拿出來說說 第三 就是對香港的選舉進行操控 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好了 到底民主派搞的初選 或者是他們的風雲計劃 雷動計劃 會否是乾犯了第29條裡面所指的這種情況 因為一定會造成嚴重後果 因為他們就是要把選舉的成果極大化 好了 會否是乾犯了 人家搞一個平台出來 又搞一個初選論壇 甚至乎是有一個初選的投票 會否是涉及到操控呢 好了 第四就是 對香港或中國進行制裁 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這種情況擺明是針對那些 遊說外國 向中國或香港實施制裁的行為 好了 第五就是通過各種非法方式 引發香港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特區政府的憎恨 並且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 首先 到底何謂非法的方式 至今都沒有一個具體的說法 有非法的方式又有沒有合法的方式 其次的就是 引發香港居民對中央或者特區政府的憎恨 好了 如果說那個人 他本身是沒有這個企圖 但是當他說完之後 引發到其他人有這種感覺又如何呢 此外就是 憎恨應該怎樣來定義呢 我覺得特區政府也要解釋清楚 要站出來澄清一下 好了 並且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到底何謂嚴重的後果呢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例子 實情 今天港澳辦記者會上 張曉明副主任 他作出了一番解釋 他說 一般的憎恨是不會構成犯罪的 但當憎恨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 便有機會構成犯罪了 例如是通過造謠的方式 引起全社會對政府的某種仇恨 我始終都覺得 特區政府是有責任出來 再作出多些澄清 起碼要釋除市民的疑慮才行 因為當條文寫得很具體的話 市民一看便明白到底哪些行為 你認為是會干犯國安法 好了 但當條文寫得相對來說 是有些抽象 或者是有些空犯的時候 市民一看下去的時候 未必是即時知道你想說什麼 很容易誤墮法網 所以特區政府是有必要出來 再向市民多些解釋才行 除了上述的四大罪行以外 另一個特色就是關於所謂的域外管轄權 原來這個港區國安法 只是說港區 是全球有效的 第38條說明了 不過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 在香港以外 針對香港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 適用本法 即是全球都通用 所以加拿大政府剛剛發表了一篇聲明 就是提醒國民 就算過境香港也好 有機會送中 因為根據第36條所說 在香港註冊的船舶或航空器 即是飛機和直升機等等 都是適用本法的 所以這件事真的非常厲害 另外根據第37條 香港永久性居民 或者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團體等法人 或者非法人的組織 在香港以外犯罪的都是適用本法 換言之整個地球都是通用的 如果有些國家跟香港簽訂了引渡協議的話 香港還可以提出相關要求 當然是否批准或接納這些要求 就要由外國的司法機構來決定 反正去到天涯海角 它也是可以管的了 到底在國安法的環境下 市民或時事評論員 應該怎樣來自處 我這幾天都聽了很多不同的KOL 來分析 有些我也相當同意 比如說老蕭所說 必須要接受已經發生的事實 我也同意 因為就算現在這一刻 你再去做什麼恐懼 或者是悲觀 都是不必要的了 因為已經發生了 放在面前 那些條文也都出來了 所以已經成為了既定事實 也沒有辦法改變得到 只好盡量不要去誤墮法網 當然我看到有些人在網上說 擔心會被砌生豬屋 我覺得這種擔心 就算未在國安法出台以前 你也可以去擔心 未有國安法難度 就是這個擔心是不存在嗎 如果要擔心這件事的話 那一輩子都可以擔心 所以我就引用 有一齣劇集主題曲 叫做季節裏面的一句 笑亦要做人 怨亦要做人 與其很悲觀 或者抱著口臉 不如正常地去生活 你就可以煮出來就吃 沒有辦法 這些東西是 好了 至於陶傑說過 一般市民都可能不會受到重大影響 我看到他昨天接受張寶華的訪問 我看了 其實陶傑所舉的兩個例子 就是酒店的執訪 和投注站賣票 我相信這兩類人 可能他們都比較鮮於在網絡上發言 故此他們不需要擔憂 我覺得都是正常 但如果經常在網上留言 比如說Facebook Instagram等等 我看到昨天有很多網友 他們去清洗自己的紀錄 諸如此類 我覺得 如果他們做得出來 是自己安心的 那就無所謂 雖然我也很認同陶傑那句 這些事情 已經上了雲端 下一組已經有了紀錄 但可能他們就是求個案審 我覺得沒問題 每人都有不同的做法 我都尊重的 比如說就算這個龍門兵室 他說要退出黃色經濟圈 這樣 實際黃色經濟圈 就沒有一個申請機制 對不對 其實是沒得退出的 因為他不是真的一個實體存在的東西 但無論他們的決定是怎樣都好 我都覺得應該是被尊重的 因為每人都有不同的志向 有很多益友都關心 到底我這個節目會不會繼續做下去呢 我認為 只要是秉持著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是其是非其非 以及基於客觀事實才作出主觀評論的話 我就覺得 就算在一個有限的言論空間底下 都應該是繼續做下去的 因為國語都有雲 防民之口 甚於防村 村勇而繪 雙人必多 民逆而知 事故 為村者 缺之始道 為民者 孫之始言 故此 我都不太相信 會完全沒有一個言論的空間 總之 大家都要珍重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